欢迎来到两眼影评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旧作 王家卫的《阿飞正传》 这是王家卫第二部独立指导的剧情片 凭借这部电影 他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导演 从这部电影 你已经能够看到非常鲜明的王家卫的风格 迷离又迷人 但是还没有他后来电影的那种色彩啊 视觉上的盛宴 而是结结实实的讲述了 一个从小被抛弃的香港人的故事 里面有一长串后来如日中天的名字 张国荣 张曼玉 刘嘉玲 刘德华 张学友 也有王家卫心目当中的上海女人 上海太太 上海母亲的经典形象潘迪华 张国荣扮演的续仔 也就是阿飞 是个花花公子 开着车无所事事 榴莲夜总会拧花惹草 但是在这一天 他碰到了杂货店的店员 张曼玉扮演的梁家少女苏丽珍 16号 4月16号 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 你和我在一起 因为你我会记着这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 这是事实 你改变不了 因为已经过去了 或许没有哪个女孩子 能够抵挡着住这样的甜言蜜语 苏丽珍一头栽了进去 她把这份感情当真了 她想要个结果 但阿飞怎么肯就这样安定下来 一转身又搭上了舞女咪咪 刘嘉玲在阿飞正传里演技了得 我一直觉得这是她最好的表演 苏丽珍呢 经过痛苦挣扎 她还是放不下阿飞 可等她低声下气 回头找她的时候 阿飞的身边已经换了人 阿飞也知道自己的为人 狠心再次拒绝了苏丽珍 在和阿飞的纠缠中 苏丽珍碰到了 刘德华扮演的警察超仔 苏丽珍一直被这段感情所困 时常在阿飞家附近地方徘徊 职业班的超仔就成了一种陪伴 苏丽珍向超仔 倾诉他们之间的故事 自己内心的痛苦 她说 我从这一分钟起 要忘掉这个人 关于时间概念 时间概念的象征性 以后不断地出现在 王家卫的片子里 她甚至拍了一部2046 或许从心理上说 阿飞这样的闻事不公 是因为骨子里的飘零感 她是个弃儿 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也不知道母亲是谁 阿飞很可能是来自 菲律宾大家族的生母 一次厌狱的结果 刚一出生 生母就把她送给了 交际花潘迪华来抚养 她保证续载的经济来源 但前提是 不得透露她是谁 养母对这个不成器的养子说 你对我好一点 我就告诉你 你母亲是谁 终于阿飞还是得到了 生母的地址 她去了菲律宾 怎奈生母依然不肯相见 她穿过大大的 芭蕉茂盛的花园 摄影机跟在她后面 孤独而瘦弱的背影 而她心里想的是 我知道有一双眼睛 在后面一直看着我 我就是不回头 不让她看到我 阿飞的玩世不公 又加上了 对这个世界的愤怒 她想惩罚 这个冷酷的母亲 但最终却是惩罚了自己 母亲创造的 她自己来打碎 于是 她自我毁灭般地和黑社会纠缠在了一起 并且被黑社会追杀 在逃亡的路上 她碰到转行当了跑船的超仔 火车上 阿飞对超仔说 我听人家说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 它只可以一直地飞呀飞 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 这种鸟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 那一次就是她死的时候 超仔讽刺她 什么鸟啊 她想起了苏丽贞 于是问阿飞那段 关于4月16号的一分钟的事情 阿飞显然是记得的 要记得的 始终是记得的 黑社会追上火车 枪杀了阿飞 它就像是自己说起的 没有脚的那只鸟 没有根 一直漂泊 直到死去 而在马尼拉 咪咪出现了 她千山万水地 过来寻找阿飞 王家卫的电影里 其实满是这种 有点轴 有点固执 甚至偏执的人物 影片经典的是 最后的三分钟 梁朝伟出场 扮演一个要出门的赌徒 据说 王家卫是要拍 阿飞正传续集的 而且拍了梁朝伟的不少戏份 可惜后来 因为阿飞正传票房惨败 而没有拍成 阿飞正传 华语电影里的经典 也是王家卫 和一众巨星的上升星座 值得一看再看 感谢收看两眼影影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再会 16号 1960年4月16号 下午3点之前 一分钟你和我一起 因为你我会记得 过一分钟 由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 这是事实 你追不回 因为已经过去了 然后快乐相对 然是背面相对 我会记得了 我会记得了